来杯咖啡再看本书实在好悠闲 但这里不是咖啡厅 这里是书店 只是这家书店不卖书 收的是入场费 里头提供3000本书籍 让进场民众阅读 不限时间且提供饮料 新的经营模式走吃到饱路线 到外面咖啡厅100块 可能咖啡也不止 这边有很多书可以看 一个是好情心 然后才想要过来看看 不少民众抱着长鲜心态登门 这家不卖书的书店 是由网品集团前董座 带生意操刀 投资数千万元 强调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社会企业 意在推广阅读习惯 然而却因为招募学生制勾 遭到外界批评 中间我们有经过不断的修正 我们要开书屋的一个想法 员工都是全职跟即时的同仁 业者忙着澄清 就怕坏了品牌形象 其实新型态书店 跟坊间的租书店很类似 同样没有时间限制 新型书店是以人头计价 租书店则是以书本为单位 一本五到十元不等 因此在新型书店想看回本 至少得看七本书 而租书店没有提供饮料 但是书籍种类相当多元 在阅读环境上比较轻松一边 可能一个小时没事 然后一个小时过来看几本书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然而戴胜益另起炉灶 换方式包装新的商业模式 当起书店老板 只是能撑多久时间会有答案 记者洪锡与张红谈不倒 中天电视 全新制作强挡大戏 美好年代